摩里亚欧十六国 很多朋友被我跟各国路人的英语对话圈粉了 今天这条视频呢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英语学习的经验方法 以及我留学准备的进程 回国之后呢 我基本没有出过门 主要是在家学学英语 备考雅思 每天学英语的时间最少在三四个小时 主要就是备备雅思核心词汇 边记边抄 我现在已经抄了有 三本的单词了 这些都是我最近勤学苦练的劳动成果 还看了几本书从 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故事书 同时呢 我也在研究欧洲的大学和专业 中秋节之后呢 我就开始刷哥本哈根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的官网 在上面研究了一下 他们的人文类学科的硕士专业 经过一番研究对比 我看中了维也纳大学的这个专业 就是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翻译过来就是文化差异和跨国进场 这个专业跟我现在做的自媒体内容 其实非常契合 环球旅行 探索不同国度的文化差异 就在我基本确定要去申请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又刷到了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 Erasmus Mandels 它对我的吸引力在于 第一 两年的硕士研究生 可以到三到四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大学去学习 基本就是一个学期换一个国家或者大学 第二呢 就是有可能申请到全额奖学金 甚至包括每个月1000欧的生活补贴和旅行差旅费的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项目 有几个我感兴趣的专业 据于申请什么专业和怎么申请呢 我现在还在研究啊 分享 因为我最近在做的小活动 操作简单好学 每天最少可得40到180 想要了解的 打开咱们的v 点发现点视频号搜索 18会给客服发个055 等待客服回复 跟着客服操作即可 有人在我的视频评论区说 我以前是英语老师 谢谢您的台课 我真的没有教过英语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潜语文老师 我今天所分享的 只是我个人的学习经验而已啊 纯手抛砖引语 首先呢 我的英语基础是在学校里面打好的 我是大二的上学期 就过了大学英语六级啊 一方面是兴趣态度 就我知道我以后要出国去玩 我需要英语 所以我就好好学啊 另一方面呢 熟能生巧是我学习 任何新事物的诀窍 既然有人说我记忆力不好啊 记不住单词啊 我就来说一下 我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 我是怎么记单词的 我是初一开始学英语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那时候经常抄单词的小纸条 就是把每天新学的 难记的单词 抄到一张纸条上面哈 拆在口袋里面 然后去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呢 去排队洗澡的时候 还有睡觉了之前呢 我就会掏出我的那个单词条子 来翻滚一遍 怎么叫翻滚一遍呢 比如说我抄了一个英语小条 我先盖住中文部分 然后看单词 英语单词 看我能不能说出对应的中文 然后 这一轮完了之后呢 再盖住英语部分 然后看着这个汉语 看能不能想出对应的英语来 为什么要盖住一部分呢 因为你要迫使自己动脑子 如果你直接去看中英文 大脑是被动的 就像动物园里面被喂养的老虎一样 很慵懒啊 如果你盖住单词 自己先去想 想不到再去记 那么你的大脑就处于非常积极主动的状态 就像一头搜索猎物的野狮子一样彪患啊 效率绝对是不一样的 在记单词的时候呢 脑子里面把画面想象出来 比如说Tiger 你脑子里面就要出现老虎的画面 这种形象记忆会比抽象记忆要更深刻一些 然后呢 这样的翻滚记忆 我一天会过三遍以上哈 就每个星期还会汇总一遍吧 那些本单元本周还没有记熟的 容易混淆的摘抄下来再翻滚几遍 因为你只记一遍的话 肯定是会忘的 会忘记是很正常的 除了极少数过目不忘的天才之外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类的记忆都是非常短暂的 根据爱平浩斯遗忘曲线的规律 我们一个人在学习之后 如果不复习 20分钟之后呢 就会忘掉42%的内容 一个小时候就会忘掉56% 一天之后会忘记74% 一个星期之后会忘记77% 一个月之后会忘掉79%左右哈 意思是我们需要有规律的去复习 才能让你的记忆变成永久记忆 所以一个新的知识点呢 是需要反复记忆的 一般来说呢 一天重复三遍 然后一个星期重复三遍 一个月再重复三遍 基本就会成为你的永久记忆啊 毫不费力会想起来的那种记忆 过目不忘的天才毕竟是少之又少啊 我们普通人只不过是要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还有一个方法 在很多人眼里 它是一个非常笨的方法 但是我却觉得它非常高效哈 是什么呢 就是全文背诵 这是很多人学语文的噩梦哈 语文书课文后面的全文背诵 很惨死了 但是我会自己把它用到学英语上面来哈 挑一些金奖的课文来全篇背诵 不仅是初中高中 甚至上大学之后呢 就那些两面A4纸的长篇课文 我都背过哈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背过的一篇课文 你看我还能找出来了 这个是我以前喜欢的一本书 现在也还能看呢 看有一些名言 名人名言我以前也背过 我当年在大一下学期就过了英语的四级 因为上学期学校没有安排考 然后大二的上学期 我就过了英语的六级哈 都轻轻松松的 我记得当时很多同学考前都会扛一本什么 什么什么词典来背哈 然后去狂刷四六级的真题 真的我从来没有背过字典 我也不喜欢做试题 我也没有做过那些四六真题啊 我觉得做试题太无聊了 我就什么 我就背课文啊 我为什么要背课文呢 因为我觉得一篇课文里面 什么都有单词啊 短语啊 语法啊 词汇量啊 知识面啊 语感啊 朗读啊 全部融合在一篇文章里面 而且你背诵的时候是必须要动脑子的 你要是不动脑子就记不住嘛 对不对 你要进入到那个语境当中去 才能联系上下文 把一篇课文背下来 所有那些零散的知识点呢 就结合语境去记忆 它就会更加鲜活一些 更加实用啊 也更加长久 我记忆力也不好 我都是从一句句 再到一段一段 再连成一篇的 要翻滚很多遍 才能把一篇文章背出来 但是每背完一篇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然后我就发现 我写英语作文的时候 也可以洋洋洒洒 几页几页的去写啊 去学校的英语讲呢 也可以磕磕巴巴的说点什么 它虽然是一个笨方法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它是一个很高效的学习方法 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 都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只是看你做不做 看你能不能滴水穿石而已啊 我大学毕业之后 其实也有在断断续续的 自学英语 学习英语的方式 就比较灵活多样了 比如说看看美剧啊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老友记啊 还有生活大爆炸 然后听听BBC的电台广播 然后看一些 英语课外读物等等 我现在就喜欢看 英语的那个脱口秀 每个短视频的平台都有 还有各种 还有各种英语类的节目 只要你经常去看 这个平台就会经常给你推啊 看的越多就推的越多 从APP来说呢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两个 一个是白词展 我主要是用它来记单词 因为它图文结合 每个单词会对应一张图片 类似于情景记忆啊 我自己记单词 就会自己想象一个画面 现在给你画出来了 然后目前来说 背单词是免费的 有些练习也是免费的 但有些课程是要付费的 一个是善备阅读 我主要是用来做贩读啊 增加我的词汇量和知识面 上面有很多英文的原著啊 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都有 这个我是买了普通的年费会员的 还有一个叫多灵国的 我是最近才开始用的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用它来零基础自学英语啊 尤其是张猫猫 非常刻苦 它每天会在上面 自学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我最近开始用它来自学德语入门 我发现确实比较适合入门啊 它会兼顾听说读写 像玩小游戏一样 会一个单词啊 会反复很多遍 而且比较实用啊 如果你不想交年费会员的话 可以通过持续的答题 和看看广告来换学识啊 这个年费好像是四五百块钱一年吧 也不算很贵 你想一下你出去补个课 去外面请个老师上一节课 也要几百块钱一节课 你用几百块钱去学一年的课程 我觉得也还好吧 我先玩一段时间哈 如果我确定了要学德语的话呢 我就去交这个年费 有关英语学习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些哈 对我来说呢 你想要学一样新东西 方法固然很重要 但它永远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和行动 对我来说的 谢谢观看